民众接触确诊或有感冒症状 大多会买快筛试剂在家来检测 但是裁剪鼻烟粘膜 对智能障碍及身障者的学生来说 却会产生很大的心理恐惧 立委高红安就携手爱心协会还有企业 捐赠唾液快筛给新竹特教学校帮助防疫 乡中装满快筛剂 有鼻烟试剂也有唾液裁剪抗云快筛 全市爱心团队要免费送给新竹特殊教育学校 提供学生防疫快筛使用 拖曳筛减的这个部分在现在呢 其实台湾还没有引进太多 目前是只有一两家的厂商有开始在做进口 那在国内的量还没有很多 所以这一次确实也非常感谢 这一些民间善心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能够愿意来捐助给我们新竹县的特教学校 让他们的学生可以拥有这种拖曳筛减的方式 能够快速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感染源给找出来 那因为对于我们中中度的孩子来讲 那要用鼻腔的方式 其实来去裁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有学生会动来动去 然后就不太能够去裁剪就会比较准确 那所以这次有快筛四季的话 让我们的那个孩子可以使用拓曳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真的也非常的谢谢 疫情延烧新竹县确诊数每天都在增加 又以竹北市超过700例确诊最多 考量特殊学校全校194位学生 都属中重度智能障碍和身体特殊性 裁剪鼻炎黏膜减体时 学生往往抗拒 让协助者难以顺利完成 帮助减轻心理恐惧感 也达到防疫需求 立委高宏安就攜手台湾民众党 新竹县反污染药健康协会和瑞城不动产 共同捐赠140剂脱衣裁剪剪剪剪 和100剂鼻炎试剪 240剂快筛套组 能在疫情期间帮助生长防疫顺利裁剪 非常多的孩子其实在这个删剪的部分 确实是会有很多的障碍 那他们在鼻腔筛 就是筛减剪剪的使用上面 会有一些困难 那是非常需要非常多的人力 跟关心才有办法完成的 所以非常感谢这一次 各界三星人士 对主体孩子的照顾 不需要反复摩擦鼻炎深处 唾液快筛适合身心障碍裁剪 与鼻炎快筛一样 静止15分钟就能看到结果 让每位特教学生平安健康度过疫情 是在北京时中的发挤 我们的帮助这边 我们的帮助 Е跟希望 我像了一段至少了一半了 的帮助